记者黄嘉林高雄报道,永安工业区自1973年开发至今,仅设置一处连外道路,历经40余年的发展,区内重车辆甚多,交通运输量非常大,加上园区内近4000名员工,上下班时段非常拥塞。 在立位邱志伟积极争取下,中央确定补助3400万元的工程款项,协助永安工业区开辟第二条连外道路,目前只差用地经费最后一个主要环节。 邱志伟认为,永安工业区急需开辟另一替代连外道路,以解决拥挤的交通状况,保障人车安全等。 中央已确定补助近3400万元的工程款项,协助永安工业区开辟第二条连外道路,方便工业区连接后方路科交流道,疏解园区上下班拥塞现象。 永安工业区也将和路逐科学园区,本周工业区创成产业园区增加往返路科交流道行车效率。 然而,开拓永安工业区第二条连外道路的工程,至今仍未见丝毫动静,停缓的主因在于中央与高市府之间对于用地征收费用未达成共识。 据了解,用地经费粗估5000万元,由于高市府财务困窘,无法全数吸收永安工业区第二条连外道路的用地费用。 邱志伟指出,身为永安工业区主管机关的工业局, 利益也该负担部分费用,高市府也应更加积极与工业局协调对于用地征收费用的责任归属,让永安工业区的交通堵塞问题早日解决。 エリos